输过给冯乐乐 冯拉拉拉可以再补充一下 小朱是在哪场比赛当中输给的 冯天威 发球前的一份 冯天威如果说这场球 对朱宇林想要取胜的话 一定要加强上手的质量 因为朱宇林的防守 对一些中性的这种球的来说 他对朱宇林的威胁还是比较小的 前班手说 小朱是在今天的亚洲杯输给过冯天威 这个说实话 余朱我还真就是没有什么太真的印象 我们这些经常看球的这些资深的球迷 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 补充 我们看冯天威的发球 本来都是以这种 这种逆旋转的这个 逆旋转的 偏侧上的球为主 然后正手抢 冯天威的发抢战术还是很做效 他这种逆旋转发到小朱的正手小三角 朱宇林现在正手摆 摆得也不是太好 被冯天威连续了抢了两个 我们看 我们看 腾天威现在在反手相视中 还是有点虚 还是有点虚 好球 冯天威正手轻拉上手 然后正手连续跟进下沙板 还是发小朱的中路偏正手 小朱目前对这个 对这个冯天威这板不转球 到他正手为短的不转 小朱目前处理的不太好 球迷朋友给乐乐支了个招 说让乐乐专打小朱的反手 而且是底线 这个战术不是说不可以用 但是得能够 就是球员得能够有 得能够保证质量 把这种球打出来 就是说 如果你给小朱的反手 而且的确是大朱都是都能进底线的 那的确是个很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看目前 冯天威的反手相持 弱点并不是太深 而且 而且这个力量上也不大 就是比较偏这个中性的过渡 很可惜 很可惜 仅仅落后两分 这个球是 朱雨林算到了 拉到你的反守卫 让你先拧 然后正手打上拳 10比6 10比6 这个回合双方都是盯住对方追身位的落点 然后但是朱雨林先特身 第一局 朱雨林是11比6 先打下一局 这一局我们看在相职当中 冯天威的这个球还是质量上 质量上 有一些问题 现在这个冯天威的球我们看 有点偏 有一点拼软 但是冯天威在第一局 打得好的地方就在于 他的发抢战术打得好 他这个利用这种不转球到朱雨林的正手小三角之后 他用正手抢 主动的用正手抢 这个战术打得不错 所以说 还为自己 在第一局当中 跟冯天威形成了一定的对抗 大家看着各位冯天威加油 大家看 我喊冯天威大家喊加油 冯天威 加油 冯天威 加油 冯天威 加油 现在祝宇灵正手的球也打出来了开始 如果说你不能给祝宇灵在前面一些限制的话 祝宇灵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也是很客观 刚才李嘉义在对祝宇灵的时候 正是因为他脖沙打得非常好 所以说在前面压制住了祝宇灵 祝宇灵都是一个防守相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说祝宇灵对这个进攻能力没有得到 没有能够得到体现 我们看这种 樊勇的这种球 祝宇灵并不怕 这种力量和这种节奏的球 祝宇灵并不怕 好 进攻 了 加油 加油 好球 好球 这个球 从天威在这 在取得了优势之后啊 节奏我觉得很好 没有急于发力 还是打得有力有矩的啊 卡节奏卡落点 最终是这分拿下了 好球 从天威今天的 虽然在这个 相持秀当中啊 显得有点底细不足 但是在这个发抢阶段 打得还是非常的漂亮 好球 好球 我们看队伟林在行程这种 正手位的相持当中啊 他的这个拉球 虽然说力量并不大 但是很灵 灵贯性很好 全世界二的相递 在这个上 好球 助理 0还是台内的 排等控制 限制住了对方 朱宇玲还是依靠这种台内球的控制 限制对方的上手质量 然后打反拉 朱宇玲现在在台内的控制上 明显还是有些优势 但是朱宇玲今天 在接冯天威的发球上 处理的不够好 在接冯天威的发球上处理的并不够好 朱宇玲 祝宇玲这个球也是想算之后 想打了一个发抢 但是没想到被冯天威 直接批了他一个中路追身的长球 看你这个球 祝宇玲似乎有一些操作过节了 但是这是因为冯天威的反手相持 让祝宇玲觉得他有机会加力和变现 在和李嘉义的比赛当中 祝宇玲还是先选择 先贴住 先防住 在防守当中 在防守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 但是现在 祝宇玲 他一般是先主动上手 先变现 双方第二局打成八局八 现在 祝宇玲这个 明显这个在放慢比赛的节奏 在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因为他现在可能整个人比较疲惫 需要时间多想一想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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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冯天威在 出了机会的情况下 连续跟进的球质量 质量不够 质量不够 这种球 这种机会 祝宇玲是一般是不会放过的 好球 冯天威但是 专业球 结发球又抢 今天这个 应该说冯天威在前三板上 前三板的变化上做得比祝宇玲更好 但是在相识球中呢 显然是祝宇玲的优势 又是冯天威的一板发抢 又是冯天威的一板发抢 今天冯天威前三板上做得不错 所以说现在拿到了第二局的据点 不转球 又是发抢 还是发抢 占不到便宜的情况下 他在前三板上 他另辟蹊径 祝宇玲第三局开始之后 也是在这个揭发球上 反手先领 这种球就是 冯天威今天打的特别聪明的地方 今天就是冯天威打的特别聪明的地方 这个球 朱宇玲在遇到一个叉冷球的时候 朱宇玲的反控制作得还不错 冯天威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我们看一旦被这种 朱玉玲形成这种 先上手的情况下 冯天威防守起来也很难 因为朱玉玲的上手 旋转还是很强 朱玉玲见完之后 自己也是嘀咕了一下 意思是这个球往里拐 而且这个球也是一个不转球 可惜了 在这种相持的转换当中 冯天威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可以说挺不容易的 但是正手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个球冯天威运运气比较好 一个白线 朱玉玲也是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这球是出台了 白短不错 挑 这种挑对于运动员的脚底 这个步伐上要求还是很高的 冯天威正在 冯天威又是发长球之后 发长球之后 正手来 正手想搏杀 保球 而且今天 冯天威这种逆旋转的 逆旋转的这种 偏侧上的球 很奏效 朱玉玲已经连持了好几个了 冯天威这种 可惜了 冯天威的连续期盘测 逆旋转都是没有完全测开 逆旋转的 尝了 王菲菲 加油 祝宇林终于是 对于这个不断三球 看准了一个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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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球 加油 裁判试一直擦网了 裁判试一直擦网了 这球虽然是冯天威 冯德西 冯天威先生之后的一个 正手连续跟进 出现了一个失误 我们看这种香车当中的 共环转换还登的是 冯天威的发球又奏下了 冯天威的发球又奏下了 冯天威还是依靠两个发球直接得分 冯天威还是需要解决冯天威的发球问题 冯天威在被动的情况下反手把这个球 拖了起来 这个球是连拖带挂的一个球 其实是一种被动的硬术的过渡球 但是冯天威正手失误了 冯天威的这个揭发球的第二反应不错 我们看冯天威这种 冯天威的发球又奏下了 在朱宇宁严密的防守之下 但是这个球的机会从哪儿 这个机会还是从朱宁天威的揭发球那儿 朱宁天威的揭发球那儿很犹豫 所以说给了冯天威之后 连续抢的机会 但是那个冯天威虽然说 占据了主动 但是他连续抢抢的也的确是出色 因为朱宁严密防的真的好 因为球迷说跑不动了 心累死了 心疼死了 心疼死了 好好球 现在冯天威的状态 现在冯天威的状态打出来了 冯天威的状态打出来了 刚才朱宇宁反手那么高 上手之量的情况下 冯天威居然正手反了 前面是不可想象的 朱宇宁也是反手 反手在发了一个不转球 这也是朱宇宁今天 少见的一个发现变化 手上墙 朱宇宁只要打到这种多拍相直的情况下 朱宇宁你会发现她打得很定 她打得很定 而且朱宁宁在这种多拍相似的变化当中 朱宁宁她是有主动的加力简历 然后还有弱点变化 但朱宁宁今天 对冯天威的发球一直是接的不好 一直是接的不好 所以说 在冯天威这个状态并没有 并没有出来的情况下 双方比赛 冯天威就靠着发球这一项上的优势 打得还是很胶着 还是很胶着 又直发球了 我的天 这是朱宁宁打出的一个神球 朱宁宁在吃发球之后 冯天威这几板正手抢 质量非常的高 跟进很快 其实这个球上冯天威没有犯任何错误 但是朱宁宁这个防守 我们只能说无话可说 只能说是无话可说 冯天威刚才也是 希望这个球不要影响 冯天威的这个状态 冯天威的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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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